大家午安 我是陳彥寅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兩個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得懂的話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些小事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耶魯真心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好 平安 以及前立委陳婉輝 大家好 午安 還有台北市議員李銘賢 大家好 好 一個小小姐帶你來看到的是 昨天大家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說 重磅 這真的還假的 結果馬上本人出來澄清 好 這個是民進黨的立委員黨團總招 柯建民 昨天突然看到了是有週刊報導說 他曾經去對岸做生意 還跟人家借錢 結果借了錢之後人家要還錢 發現說錢被拿走了 所以就有一種掏空 疑雲 爭議 好 現在他辦公室馬上告訴你 這一些都不是真的 是網路傳言 沒有問過他本人 而且還強調這是認知作戰的一環 所以他就馬上告訴你了 如果你引用的話 要注意 會誤觸法律 大家就開始在問 不對 以往我們的柯總招 好像比較就事論事 講法一點點 當時報導他的 其實是這個亞洲週刊 好像他沒有直接的去告 這個新聞源頭亞洲週刊 而到目前為止 這個轉發新聞的 好像有拿到了相關法律的文件 大家也開始在講 以往鄭運鵬都講說柯建民 是最稱職的民進黨團阿信 而且是絕對會頂著鋼盔向前衝的價值捍衛者 突然之間這個價值捍衛者 大家給他打一個問號 為什麼抗中大將包括鄭運鵬本人 好像都會忽然之間被扯到跟中國有關 甚至有人質疑跟中國做生意 好 講到對岸 來 823 現在我們的賴總統前線到金門這邊來 他強調做講這麼一句話 他說當年823炮戰的時候 他也還沒出身民進黨 也還沒有成立 那個時候人家就想要拿下我們 所以這樣一路下來邏輯 所以中國要拿下台灣 不是因為哪一人哪一黨 這樣順下來叫大家要團結 要對抗中國侵略 但是時空背景 真的這樣講 講得通嗎 對岸聽完之後馬上就講 這樣的講法叫做顱固堅持台獨 還說這個絕對是禍根亂源 好 確實當時的時空背景 怎麼會引發這個823炮戰 跟他一定要拿下台灣這件事情 現在這樣的解讀能夠講得通嗎 而且兩岸之間這件事情 其實在網絡上面 包括對岸的小粉紅 包括台灣這邊的很多網絡上面 這些網友爭辯不休 長榮集團在巴黎這邊的酒店 當時說把對岸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國旗給減掉 到底有沒有這麼一件事情 現在長榮集團對於這一整個風波致歉 但他們也強調了 說他們的創辦人張榮發 基本上一直以來 他都是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不遺餘力的 而他們也強調他們自己是 認同九二公式 反對台獨 但這一句話講到目前為止 在對岸來說 到底有用沒用不知道 因為現在看到了 清鳥這邊說三大航空 全部都要抵制了 包括什麼 就是如果他們這樣講的話 那他就是不搭長榮航空了 如果他這樣講的話 星宇跟你們家不是有細處同盟嗎 中華航空怎麼能搭上面寫著中國 到底要怎麼搭航空 網路上這個梗圖 當然就是比較酸一些些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官員上面很有感 他們說其實九二共識 你現在聽到 他都是告訴你說要認同九二共識 但是他講 其實這個就是慢慢的去逼迫你 最後去承認那個一個中國 而一個中國他們現在到底還有沒有各式表述 官員看起來說 他認為現在好像是已經沒這麼一回事了 同時呢 從日常生活這一些的爭議事件之外 也從你的手機上下手 像滿多年輕人手機啊 TikTok小紅書都在滑 我們的資助發部的這個部長 黃彥南告訴我們 說這個叫做中國羊皮狼 什麼意思 就是看起來很無害啊 可是他其實呢 會去偷你的個資啊 甚至呢會有假訊息啊 會開始對你進行認知作戰 叫你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所謂的中國中華民國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底現在大家能夠理解 他的歷史脈絡是怎麼一回事嗎 我們的中華民國即將迎來國慶 好113年的國慶 而這一年我們應該可以看到中華民國國旗了 我說應該可以看到什麼意思 因為你看看歷年來蔡英文時期的中華民國國慶日的主視覺 你有看到我們的國旗三元色嗎 馬英九時代 青天白日滿地紅滿滿的 但到蔡英文時代好像比較多有綠綠 Tiffany藍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現在呢為什麼會說今年中華民國出現 林薛主辦人會是立法院長 立法院長韓國瑜呢說已經召開了 筹備會議了 強調要辦好這個國家中華民國的生日 那大家也開始在講 所以主視覺絕對就不會被忽略 那賴總統想要怎麼辦呢 現在賴總統想要怎麼辦 我們的總統的講法 立法院長想要怎麼辦 這主辦單位立法院長的想法 到底會不會完整的校正回歸 還是這是一番角力 大家現在可以等著看 回過頭想要請教一下亮哥你怎麼樣來看 其實這有一些時空背景的意涵 但是這件事情來講 柯建民的講法是說 亞洲週刊沒有問過他本人 同時他強調全部都是杜撰的 完全不時報道 要講小心會被告 這個比較奇怪是 這個事情是2013年 亞洲週刊大概 我覺得跟那個網路的訊息來源 應該是一樣的 重點是為什麼會有人 把舊文拿出來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最近 真的滿怪的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譬如蔡英文在末期的時候 鄭文燦 羅志正的 就突然又冒出來對不對 現在來清德當家了 李孟宴的舊照片就被拿出來 現在柯建民的舊文被拿出來 我覺得我的猜想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跟立院黨團 總召有人想要發動改選有關 我就會這樣去連結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因為今年5月那個 有那個警艦林明佐不是也出事嗎 是 對不對 這兩天鬧得性問非常大 對不對 對 那個女生跟蔡其昌就有關係 就是陳大軍介紹 怎麼會已經扯到蔡其昌 你不覺得也跟總召改選有關嗎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有點 我不知道 而且這個事情有點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柯建民真的跟人家借錢不還 金額高達4000多萬台幣 對方怎麼不追殺到台灣到處去告狀 而且你要知道2013到16 還有還是國民黨執政 所以聽起來就覺得有點不合理 就邏輯上 所以說我是借錢不還 你應該早就台灣到處講了 可是到現在才爆發 就滿怪的 可是他就不管 我就要逗湊你 我覺得有這個feel 有這個feel 所以我覺得要再這樣子彈飛一下 就是民進黨是不是 民進黨我知道有人在 看不下去柯建民繼續當總召 為什麼都是你 這事實上 而且柯建民大概這一次 也是最後一屆了 所以很多人事實上就不以為然 為什麼都是你 所以我覺得立法院開議之後 再觀察一下 至於長榮這個事 據我瞭解 他雖然只有上海一家 可是事實上 他在東南亞也有兩 三家 他竟然全部都被下架 而且他在東南亞 還有巴黎 事實上住宿的來源 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大陸人 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我說實在 當然他這樣也許對國台辦 對大陸政府有交代 可是旅客會怎麼想不知道 因為我也看到網路上有人在講說 那個蘇總經理為什麼不出來道歉 說你用集團發聲明道歉 這還是隔了一層 張榮發的立場大家當然知道 因為他後來就跟李登輝 因為這個事情就分道揚鑣 這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現在的重點不是 我們認不認為張總裁對不對 而是現在這個當事人 因為我坦白說你要道歉 就是要具體的人事物 我到現在沒有看到 他有交代任何具體的人事物 都是抽象帶過 說什麼員工訓練不足 你到底是指哪一件 我覺得道歉沒有人這樣道歉的 就你直接就標舉到 我不是台獨 我是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其實人家沒有那麼上綱 你覺得有那麼上綱嗎 他只是要你把那個 檢調的國旗貼回去這樣而已 他倒沒有直接說你是台獨 你知道我的意思 因為爭議的重點不是 你的官網是不是把台灣跟中國 分成兩個 而是你檢調的國旗 要不要放上去 他們那個旅館有個萬國旗 畫面上面可以看到 有一個萬國旗 然後這一位是一個網紅 叫李教官 他去 他是大陸人 張教官 張教官 他去的時候 他發現說怎麼沒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所以他要求要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是這麼一件事 因為他把人家檢調了 這個事情事實上滿小的 他也不一定有上綱到統獨之爭 我認為並沒有 他一開始只是說你把我弄回去 因為他們那個行政主廚 也是大陸人 我就跟你講 那裡面很多旅客都是大陸人 所以事實上就是這麼小的一件事 你現在的回應 那個回應給我感覺 已經飄到天上去了這樣 所以我們不是獨派 我們不是獨派 這實在是有點奇怪這樣 我是覺得 就是論是道歉 人家才會真正有感受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在學校教這個危機管理 我們說道歉就是要有 具體的人事物 然後犯錯的人 要自己出來道歉 就是這樣 是 想請教一下 文匯姐怎麼樣看 我覺得像柯建銘 其實他很少寫這個臉書 寫這麼短的 當然知道他最近身體微樣 但是我是滿認同剛剛亮哥講 我覺得他們民進黨最近這個 賴清德所釋放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其實會讓大家覺得 就鬥有機會有位子 所以過去有什麼資料 握在手上很久的 現在應該都會放出來 放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還有的 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可能會 漸漸會有人放出來這樣子 但是我比較想講就是說 像這個柯總 都要直接回說是這個 屬中共認知作戰之假訊息 我覺得這個很重 所以大家通常會看民進黨 其實他本來什麼 都先貼說我們這個 就是中共認知 我覺得這個都太雙標 我舉個例子 就民進黨曾經批評馬政府 用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WHA 有沒有 大家當時還記得 那個叫 他們叫做喪權魯國 自我矮化 後來蔡英文政府的時候 有一個衛福部的一個部長 叫做林皺妍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去參加WHA的演說的時候 他也是用中華台北 那時候就換成叫做他專業務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點出來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民進黨通常看待這樣的事情 他們家的人 像剛剛同台有一些 他們民進黨議員來講說 他知道看是不是他本人做 還是他的親戚做的 反正標準會有一點不太相同 回來講昨天總統到金門823 我覺得他是準備好在這個舞台上 發表他想說的話 去表現出他跟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昨天就是中華民國提了非常多次 但是這個我們要回來講 不是看他說什麼 就是看他做什麼 過去蔡英文執政的8年裡面 我看我們這個畫面上就有 這個雙十節 光雙十節這個中華民國有沒有出現 他都可以巧妙的有一些不一樣 好加載 今年是換回我們立法院長韓國瑜 來主辦有關雙十節 就是國慶的部分 我想應該怎麼樣正常出現 就會正常出現 不會就是去年 我記得大家還在這個圖案上 做了非常多的討論 所以有出現雙十 有國旗的這個意象 可是就是沒有中華民國的字眼這樣子 想要請教一下 明顯哥怎麼樣來看 我先講柯建民這件事情 就是說柯建民如果當初有沒有 去大陸投資 甚至有沒有欠款 如果欠款的話 這屬於商業糾紛 欠款是屬於個人信貸的問題 那就提告就好了 所以我很認同網媒節 我講的 你新聞稿回應講說認知作戰 這跟認知作戰到底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講認知作戰的話 是不是此地無銀三賣了 兩個問題 兩個層次 第一個 這到底是不是民黨內部派系 有人在搞你 要把你拉下來 這是屬於內鬥層次 同年也凸顯說 民黨過去面對兩個問題的時候 有雙標 一樣 譬如說過去 包括亞洲週刊也有報導 柯建民 你的兩個兒子是不是在大陸經商 你兩個兒子你怎麼解釋 這一樣也是認知作戰嗎 還有過去包括鄭運鵬 2008年的時候也去大陸做生意 甚至跟華為合作 華為是大陸的相關的 比較有國營企業的一個背景 這樣是不是你又變成慶忠賣台了 所以民進黨最大的問題是 當在野黨要支持兩岸交流 對話的時候 就是親中賣台 你民進黨去大陸做生意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不是嚴重的雙標嗎 譬如說過去馬政府簽的ECFA 你民黨批評說這是糖衣毒藥 現在最新的陸委會主委邱垂任 講說ECFA對兩岸經貿都有利 希望大陸坐下來協商 這不就雙重的雙標嗎 還有剛剛提到的 長榮飯店的這個問題 拆棋的這個問題 類似 我也認同阿亮委員的看法 過去這一些兩岸的糾紛摩擦 在過去兩岸包括馬政府 兩岸和平的時候 兩岸平順的時候 這些問題都不會被放大檢視 現在所有的小紛爭 小爭端 甚至小摩擦 他通通幫他成為大紛爭大摩擦 這件事情好 逼著長榮集團必須要上綱 到九二共識反台獨 我想沒有人樂見這樣的一個情況 長榮在包括在中國大陸 在東南亞很多飯店沒有錯 我也去住過 譬如說像我剛剛出國回來 我出國的時候我去歐洲 我也去看 譬如說我們換那個換匯率有沒有看 我到底有沒有掛中華民國 有沒有掛我們的小國旗 那甚至有些是用台灣 我們在填護照出入境的時候 有些是用採用台北 有些直接用台灣 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在大陸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 他們民眾也有不同的感受 可是這些問題 在過去兩岸關係合往的時候 通通不會被擴大來 無限上綱來 或斷到台面上來 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 兩岸要和平交流 把這些紛爭極小化 兩岸是不是要有一個 對話的一個機制 在野黨支持對話 那就變執政黨打成中共圖文人 我覺得這才是最悲哀的 所以未來兩岸怎麼去處理 好 賴清德昨天去紀念823去金門 我覺得這好事情 你要繼承中華民國的概念 那就好 那就不要說什麼 我是借殼上市 我切割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 這個就不對了一個歷史的概念 兩岸要和平 要交流 我覺得是朝野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 好 我們先進到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要來講 原因是因為在線下 其實大家說罷免潮 那種大熱潮可能要來了 等等就要帶你們來看 又有人可能會面臨被罷免 等等來瞭解